福州和贵阳这两个城市的这个差距有多大 哇 没去过真不知道 来到福州这边之后 这两个城市一对比 感觉差别还挺大的 这个从GDP上来看 这两个城市好像没什么可以对比的 感觉这个福州GDP比贵阳要高很多 感觉这个福州比贵阳要富有很多 实际上论这个人的财富的话 应该是福州这边确实是要高很多的 但是这个城间上面的话 我感觉贵阳那边甚至比这边要好很多 特别是贵阳的观山湖区那边 他们那个CBD区那边 如今见得非常好 就是有那种一向大城的那种风采 哎呀 这个贵阳那边 虽然收入不是特别高 但是城间确实相当一流 有种那种新兴大城的那种风采 然后福州这边的话感觉 代表的应该就是这种老牌的历史文化大城 那城间你走到里面看着其实都非常一般 有城区啊 各个地方大部分都是那种 比较老一些的这种城间 然后福州这边这个寺庙比较多 还有这个宗旨比较多 他们这边宗族文化应该比贵阳的是要保留的更好一些吧 在这方面 贵阳那边原来应该也属于少数民族 它这边也是的 敏越地区嘛 都不是那种纯正的中原文化的那种 但是现在两地上基本上都已经被汉化了嘛 大部分还都是汉人居住 如果它大部分是少数民族居住 它就不叫什么省呢 它就不叫什么福建省贵阳省 它就会叫自治区域了 比如说广西那边 它撞住人特别多 占了总人口的48%左右吧 加上少数民族 总人口的这个 其他少数民族的话 总人口的比例比汉人要多 所以它叫自治区 福建省 大部分还是这个 汉人 都跟其他的这个大省就差不多 虽然感觉 又哪感觉这个福建 可能这个少数民族要多些 实际上还是汉人多一些 这两个城市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就是 四周都是群山 然后是在这个山中间建的这种城市 然后贵阳那边的话 它海拔要高一些 比这边要这个 舒服一下 这个气候要很凉爽 贵阳是那种 必死乳之都啊 它这个夏天最高的话 也就三十一二度左右啊 早晚的时候都非常凉爽 哇那福州这边 那夏年的时候非常热 它是2019年 新进的这个火炉之城吧 火炉之城啊 福州市 你就知道它这边是有多热的夏天 所以夏天去贵阳那边 避暑很舒服 而且这个贵阳的房价也比这边便宜很多 贵阳那边很多的就是这一个 一万左右的 很多都是一万左右的 它这边 很多都是这个两三万左右的 比那边高跟两三倍啊 它这边房价我感觉 所以说 在这个贵阳定居比这边要容易很多 然后这个大气候上面 我觉得贵阳那边要更舒适一些 特别是夏天的时候 所以空调在贵阳那边 就不怎么卖得动啊 福州这边你家里不按空调 你夏天得废啊 然后贵阳那边的话 用了爱给人感觉很穷很落后的 现在的话反正成建也都还不错 也是通了地铁的 也是三四条啊 这个 你如果就来往主要的城区的话 其实出现还是挺方便的 那边也有共享单车啊 这个其他的地方 骑行啊 中公交啊 都差不多啊 感觉 然后贵阳未来的发展潜力 感觉还不错 它那边温度低嘛 未来的这个主要的发展就是 淡数据高科技嘛 它那边温度低很多厂在那边 建的这一个 跟大数据有关的这种 大厂啊 数据中心啊 都落户贵阳那边 贵州那边 所以它 未来说不定还可以这个 有一波返潮啊 借着这一个 又一个新时代发展的这种东风啊 福州这边的话 看它主要是看台湾那边 台湾那边收回来之后 这两地交流就是个更加频繁的 福州可能就是借这个风啊 因为它发展起来就还不错 实际上对于外地人来说的话 感觉 过阳那边可能会更好的选择 更容易定居一些 这个生活嘛 把自己搞那么累干什么 是不是呢